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0日星期五北美时间的晚上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x节目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如果您对这个西方政治比较感兴趣 喜欢这种比较客观比较理性中立的分析的话 那么请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 同时呢可以把这个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标志打开 这样可以保证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上传的视频的信息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过去两天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对特朗普的两项弹劾动议之后呢 美国政治的一些新的发展 主要呢就是国会的一些斗争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激烈 而且呢它是多么讲究时间点的一些选择 其实呢还是很有说法的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一下 我们很多人呢一直觉得民主党所主导的对特朗普的这个弹劾是一场政治迫害 但其实呢如果我们知道整个这个进程还有脉络的话 就知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政治迫害和政治斗争 它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的 两天前周三的晚上众议院通过了这个对特朗普的弹劾之后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从周四开始 也就是说弹劾完了之后的第二天 从那一天开始呢 众议院就已经开始两周的这个休会了 也就是说众议院再上班 这些议员再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明年的第一周之后了 民主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选在第二天就放假 头一天的晚上通过了一项这么重要的这个 就是对特朗普的弹劾 从特朗普当选之日起呢 就是民主党人一直都是输得很不甘心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想找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小辫子 找出他的一些这个黑材料从而进行弹劾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很确切的证据 最开始闹的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通俄门 在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了将近两年之后 今年上半年呢也是姗姗来迟终于完成了这个调查 而且是给出了这个穆勒的报告 这个报告呢分分洋洋几百一二 所以很多人呢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去看的 而且他很大的部分 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所以并没有就是公开给大众 在穆勒报告之中呢 他并没有明确的给特朗普通俄就是定罪 但是同时呢这个穆勒他也并没有给这个特朗普脱罪 所以呢通俄门基本上也是让民主党放弃了 来作为这个理由弹劾特朗普的这个想法 但是之后呢峰回路转 到了九月初的时候爆出来了这个特朗普乌克兰的一些丑闻 具体呢就是七月底的时候 特朗普给新当选的这个乌克兰总统 杰兰斯基打电话 要求乌克兰新政府帮他调查这个周拜登 还有周拜登他儿子在乌克兰是否涉嫌这个贪腐 并且呢以此作为要挟 就是说如果不过调查的话 我就把已经国会批准的给你的那个军事援助 我就冻结了 这个终于是让民主党人是找到了一个把柄 可以说非常兴奋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wistleblower 就是告密者 或者说是吹哨人 向国会举报 在这个电话之中呢 特朗普确实是涉嫌 就是想试图通过自己的权力 给国外政府压力 让国外政府来调查这个自己在国内的政敌 并且为明年的总统选举 获得一个优势 这样的话就跟美国那些当初建国的国父们最担心的事情就吻合了 就是他们呢 当初的国父这些人都是非常担心 美国有一天会受到这个国外势力对国内选举的一些干涉 所以呢 民主党人也是在九月底开始了 对这个特朗普通污门调查 但是为什么民主党没有马上弹劾这个特朗普呢 因为几十年久经美国政坛这个沙场的今年79岁的这个南希佩洛西也是有他非常严谨的这个政治考量 就是他觉得也许是可以出手了 但是呢 时机还不成熟 没有成熟 因为他只是有人告密 但是你怎么证明这个告密的人说的就是真的呢 你怎么通过这个电话录音就找到其他的证据 就是特朗普确实是有跟这个乌克兰相勾结 来为明年的这个竞选连任获得筹码证明呢 所以呢 他需要一点点传唤证人 而且当时呢 并不是很少数的这些温和派的议员 特别是这个红区 也就是共和党占这个领先优势的这些选区的民主党议员 他们也有选举的压力 所以这些人对弹劾特朗普并不是说很赞同的 接下来呢 从9月底一直到12月底 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南西佩洛西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传唤相关的证人来国会作证 而且呢 他也是说服了基本上是所有的民主党的众议员 跟他站在一起 基本上是除了两个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 没有投赞证票之外 其他的也全都赞成这个弹劾特朗普了 众议院通过了对你的弹劾 接下来呢 很自然的 大家就会觉得当天晚上你通过这个弹劾了 你就应该把这个弹劾动议正式提交到这个参议员 但是呢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南西佩洛西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天晚上通过的弹劾 这个案子呢 往上正式的提到参议员 而是压了下来 Chuck Schumer呢 他是参议员中这个少数党的领袖 民主党的这两个 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两个头 他们什么事情都是要协调好的 因为毕竟有这个美国国会办事的这个流程 这个Chuck Schumer呢 在大概前几天周日的时候就说了 说如果通过弹劾了 这个案子从众议院通过了到我们参议院 我们参议院在这个最终投票之前呢 我们民主党要求传唤四个关键的证人来参议院接受质询 我们都知道过去两个月一直都是来众议院参加这个质询的人 而这些人呢 大部分也全都是这个比较外围的一些人 有些呢 是根本就跟Tomp没有直接的接触的机会的 所以呢 他们的一些证词就有可能被公众认为是一些道听途说 不知真假 而这个白宫呢 他也是拒绝就是自己白宫的这些工作人员 接受这个国会的这个传唤去国会作证 也就是说特朗普他不允许让自己身边的这些官员去这个国会来作证 从而对他自己不利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为什么国会弹劾他的时候 第二项就是obstruction of congress 就是阻碍国会调查 Chuck Schumer 这个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就说 我要传四个人来参议院先进行质询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之前被这个特朗普解职的国家事务安全助理 John Bolton 博尔顿 那个非常鹰派的留着小胡子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白宫的这个首席 叫Acting Chief of Staff首席官员 这些人呢 都是天天跟总统一起打交道 很多事情的内幕都知道 共和党所把持的参议院呢 拒绝了这个民主党提出的 找证人去就是接受质询的这个要求 参议院的老大是谁呢 就是赵小兰的老公 就是Mitch McConnell 中国人喜欢叫他叫龟像 因为长相无龟 这个人权力非常大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头 他们对于美国一时日成 哪些重要的法案 讨论哪些不讨论 他们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 这个两个相应是 议长多数党的领袖 基本上是让总统也不能小事 Mitch McConnell拒绝了这个 Chuck Truman提出的 传唤这个证人到参议院作证的这个要求 这两个人呢 也是讨论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达成一致 Nancy Pelosi当然知道 共和党人所掌控的这个 参议院肯定不愿意传唤这些 特朗普身边的这些关键证人来作证 因为万一又抖出来什么对于特朗普不利的这些 证词或者证据 肯定呢 你这个参议院就算你投票投不过 但是呢 到时候也会显得这个吃相比较难看 让这些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比较有压力 有这个舆论上啊 或者说道德上的一种压力 这个两党无法对这个参议院的议事议程 弹务的这个议程达成一致 所以Nancy Pelosi就说 那我就等一等 我不把我通过的这个案子提交给你这个参议院 你们什么时候商量好了 我再给你们 所以呢 接下来的两周 其实呢 Nancy Pelosi也是通过这两周 这个议会关闭的时间呢 想做一个缓冲 就是让他们在这两周 看看两党能不能达成一个妥协 在现在为止呢 还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参议院在总统弹劾中所做的这个角色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Jewelry 就是一个陪审团的角色 然后你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你上来就说 I'm not an impartial jury 我不是一个公正的不偏不向的一个陪审团的人员 这个呢 也就是被民主党人抓住把柄 就是说 你呢 一切都不是以这个事实 就事论事来做决定 而是以这个党派纷争做决定 所以呢 这个案子也相当于是被Nancy Pelosi暂时压了下来 只有明年的时候 明年一月份 看到时候两党有没有什么妥协 才能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投票工作 周三 最后一天晚上 这个通过了这个特朗普的弹劾 然后周四呢 是参议院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呢 也是两党是觉得这个总统弹劾 这个党派纷争太大了 让美国老百姓看的 也是吃相太难看 所以呢 他们也是做了一些工作 在这最后一天工作日呢 参议院也是两党合作 就是通过了一个明年的一个预算案 就是避免了明年 一月份大家都过完年回来了 政府关门 去年的时候 新年之前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参议院 新的一年的这个budget 新的预算无法通过 所以呢 美国也是政府破天荒的 关门了三十多天 而在这个三十多天 美国政府关门的时间里呢 也是特朗普跟这个南希佩洛西 也是发生了非常 斗智斗勇的一个激烈的政治交锋 因为呢 总统每年的一月份 一月底二月初都是要去这个众议院 去进行这个state of the union演讲的 就是国庆资文的演讲 就是跟这个 比如说中共第十几大大会里面 就是习近平这种演讲一样 作为最高领袖 就是发表这个证件 但是南希佩洛西就说 你先把这个政府关门结束了 我们再来讨论你这个国庆资文 不然的话一切都免谈 最终呢也是特朗普没办法 屈服了把这个政府相当于是开门了 然后南希佩洛西才让他去 进行了这个国庆资文的演讲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明年新年之后 当这些美国的老爷们 这些议员度完假回来之后 在参议院如何继续进行这一场 这个特朗普弹劾的大戏 而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呢 我们的自媒体 讲这个讲那个 其实讲贸易战讲的这么热火朝天 讲香港讲的这么热火朝天 现在呢还有这个文章啊 江峰啊 对于这个什么新疆的法案呢 西藏法案呢 甚至是香港法案 还有这个甚至现在要讨论什么 对台湾的法案啊 都是吵的就好像是美国老百姓啊 美国就干这个事 就是焦点事 其实呢 美国人民还有美国的这些政客 对这些一点都不关心 他们最关心的 除了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外呢 就是现在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 就是特朗普的弹劾案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